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汇城科技股价创新高 累计飙升49% 英国就业市场预算前疲态 AI痴迷警告 破坏全球繁荣 伊朗油气遭打击 欧洲天然气价格回落 石油市场迎来供给充裕 新一年无忧 虎证券跌近9% 阿里拼多多 跌超4% 中概股据错 LG新能源与福特汽车签约电池供应合同 美日市场乱局 迎来加息和数据风暴 特朗普媒体股飙升近90% 盘前涨10%创业内新高 油价暴跌 石油股集体跳水 电动车股价暴跌 中欧补贴案谈判线困境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特斯拉9月国内市场交付Model Y破5万辆 同比环比双增长 国产特斯拉9月份交付88321辆 出口16121辆 在国内市场交付72200辆 其中Model Y交付51152辆 Model 3交付37169辆 在国内市场Model Y交付487202辆 创下新高 同比增长16.35% 环比增长6.34% Model 3交付23998辆 不到Model Y的一半 今年前9个月 特斯拉在国内市场交付337648辆 Model Y同比增长5.48% 瑞银整合瑞信后必须升级应急计划 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FEMA 要求瑞银集团调整其应急恢复和解决计划 纳入瑞信的整合考虑 FEMA认为 瑞银当前的解决方案战略只是业务模式重组的一部分 需要更多行动方案来加强银行的危机准备和解决方案规划 瑞银去年紧急接管了瑞信 目前正处于整合阶段 资本要求已大幅提高 FEMA坚持认为 瑞银继续满足损失吸收能力的要求 但必须更保守地计算危机中的流动性 做更全面的准备 FEMA还要求瑞银修定流动性规划和瑞士实体的再融资计划 以考虑数字银行服务背景下的快速资金撤离风险 美债空投情绪复燃 五年期债券吸引目光 美债市场波动增加 投资者调整压注 摩根大通客户调查显示 10月首周 客户对美债整体投顺路德进空投 总空投持仓也创下2023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 随着疲弱劳动力市场数据和超预期通胀数据公布 债券交易员调降 对美联储年内进一步降息程度的压注 看空情绪继续累积 五年期美债相对受青睐 因其对利率敏感度较低 且投资者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赤字担忧 帮助确立了五年期美债的甜点区地位 Wisdom Tree固收策略主管弗兰根称 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 无法支撑美债继续上涨的合理性 此外 衡量美债预期波动率的指标 ISBAV目指数 也升至今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暗示投资者预计 美债市场将遭遇更大波动性 担心 新一轮美债发行 别家美联储所表进程持续 会否再度给市场带来流动性冲击 汇城科技股价创新高 累计飙升49% 汇城科技 WCT US 每股盘前涨1.5% 昨日盘中再创新高 自上市以来 累计升幅高达49% 该公司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市场 收入来自定制软件解决方案 白标软件和订阅服务的销售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公司收入总额118.09万美元 同比增长201.95% 规模净利润46.46万美元 同比增长831.83% 英国就业市场预算前皮态 英国求职者和雇主暂停活动 等待新政府首次预算 RWA首席执行官Toby Faustin认为 保险税可能会增加 影响成本 于是雇主们仍然很担忧 财政部长雷切尔 李福斯曾表明 不排除在10月30日的第一份预算中 提高企业支付的国家保险税的可能性 以填补公共财政中的220亿英镑黑洞 此外 其他立法如就业权利法案 和提高最低工资 也影响英国就业市场 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8月的三个月里 英国的工资增长速度为 两年多以来最慢 职位空缺再次下降 RWA预计 英国招聘市场需要等到2025年 才能出现任何复苏迹象 AI痴迷警告 破坏全球繁荣 瑞典皇家科学院于10月14日宣布 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与 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 阿西莫格鲁 西蒙 约翰逊 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 罗宾逊 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 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这三位经济学家对制度如何影响国家变得富裕和繁荣 以及这些结构最初是如何形成的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 并提供了数据支持 诺贝尔奖委员会评价称 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 这些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阿希莫格鲁和约翰逊关注人工智能 AI和机器人等先进科技对社会的影响 认为AI不能完全反映人类思维 更多像是一组专门的指令 他们建议人们可以重回共享繁荣的道路 重新利用技术造福所有人 提高生产力 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 为解释各国财富差异背后的原因提供了新的维度 诺贝尔奖委员会称 目前世界上最富裕的20%的国家 比最贫穷的20%的国家富裕约30倍 此外 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一直存在 伊朗油气遭打击 欧洲天然气价格回落 欧洲天然气价格暴跌4.2% 为近一个月来最大跌幅 据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表示愿意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 而不是石油或核设施 这使得欧洲天然气价格下跌 缓解了潜在供应中断的担忧 如果中东冲突升级 埃及等能源匮乏的国家可能会受到影响 加剧全球对天然气的竞争 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将是一个关键的风险 该海峡运输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 全球天然气供应将至少在两年内受到限制 除非达成替代供应协议 否则 欧洲将失去大量来自俄罗斯的剩余管道天然气供应 天然气是欧洲冬季供暖的重要燃料 当前局势增加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不确定性 石油市场迎来供给充裕 新一年无忧 国际能源署表示 全球供应充足 抵消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 控制油价上涨 IEA认为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 可能危及该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但OPEC加闲置产能接近记录水平 美国产量增长势将在2025年初造成供应过剩 目前供应仍在继续流入市场 如未发生重大中断 新的一年 市场将面临相当大规模的过剩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下跌3.7% 至每桶75美元之下 油价自7月初以来下跌了大约15% 虎证券跌近9% 阿里拼多多 跌超4% 中概股据错 港股大跌影响美股中概股 盘前集体下挫 老虎证券跌近9% 房多多跌超7% 哔哩哔哩 富途 京东 乐信 跌超6% 携程网 高途 好蔚来 满邦 跌超5% 理想汽车 腾讯音乐 极客 金科能源 蔚来 拼多多 阿里巴巴 贝壳 金山云 名创优品 爱奇艺 跌超4% LG新能源与福特汽车签约电池供应合同 韩国 LG新能源与福特汽车签署电池供应合同 未披露交易价值 根据合同 LG新能源将从2026年开始向福特提供总计109GWH的动力电池 用于其电动商用车合同期限为4-6年 为提高业务效率和利用美国政府的税收抵免政策 用于福特野马Mock-E的电池将在2025年在LG新能源密歇根工厂进行生产 这项政策是根据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和细则草案 旨在鼓励美国生产特定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美日市场乱局迎来加息和数据风暴 日本工业生产连续下降可能削弱日本央行加息预期 日本8月份工业生产同比下降3.3% 引发了对日本央行第四季度加息的怀疑 工业生产的持续下降可能会影响日本劳动力市场 限制工资增长 抑制消费者支出和通涨 日本央行副行长Raioso Himano表示 如果经济符合他们的预测 日本央行将进一步加息 日本首相石破茂也保证他不会干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 未来几个月对日本央行独立性的信心将至关重要 美国消费者通胀预期和纽约帝国制造业指数 也可能影响美元日元的趋势 如果预期的下降幅度大于预期 可能会延迟购买 从而影响通胀 美联储利率路径可能会推动美元日元走向151 本周日本的贸易和通胀数据将影响美元日元的趋势 疲软的趋势可能会降低 对日本央行2024年第四季度加息的预期 交易者应保持警惕 因为货币政策议论 日本经济数据和美国经济指标 将影响美元日元交易策略 特朗普媒体股飙升近90% 盘前涨10%创业内新高 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股价继续上涨 当前涨幅10% Overnight收盘价上涨18% 月内股价已大涨近90% 油价暴跌 石油股集体跳水 国际油价暴跌 拖累美股市场石油股集体下跌 Equiner跌超4% 道达尔英国石油跌超3% 翘牌埃克森美孚 埃尼石油跌超2% 雪佛龙跌近2% 同时 不油价格跌至74.6美元 跌幅3.6% WTI原油价格跌至71.01美元 跌幅3.8% 电动车股价暴跌 中欧补贴案谈判线困境 理想汽车 未来 小鹏汽车股价盘前 分别下跌近5% 与3% 和与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欧盟电动汽车 反补贴案中欧磋商 仍然存在重大分歧 欧方至今未积极回应 涉及中欧业界核心关切的问题 双方仍未达成 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一 二 感谢观看